1. 歡迎來到五台動力實驗室 我們現在展示的是一個取柄機構 那我們可以鏡頭稍微再靠近一點 那目前呢 就是臨時找了一些廢料 然後雷射切割的一些東西呢 就是要做這個稍微正上方一點 我們可以看到這個門的角度正上方一點 主要是要它能夠控制到90度 就是0度到90度的一個準確性 那我們鏡頭帶到這邊來 帶到螢幕上 那螢幕上所顯示的就是說 我現在用DMX呢 送一次送幾十個channel 那帶一下Arduino Arduino部分呢 這一台現在是目前設定成可以控制到40台墮機 昨天有另外一個影片顯示 第一台到最後一台的時間是一樣的 我們再帶回來這裡 那這40台墮機呢 我現在就是重複的用燈光控制台 0到25到127到125到127到0 就是這三個位置切換 然後我們帶到這下面 那現在呢 我在這個得到DMX值之後呢 去做這個角度的 Serval Right的這個角度呢 我基本上有設一個上下線 那這個上下線譬如說 它原來是0到180的墮機嘛 那我讓它上下線 從5到81度來 帶到這裡來 那等一下 又上往下看一點 主要是在設計的當初呢 這個墮機的搖背喔 它所在的角度必須在外圍這裡 那這個門的這個曲柄呢 它要在 它要在另外一個方向 所以總而言之就是 目前不是對稱的 不是90對90 當然沒有關係 因為我們可以從 從這個 上下線來改變 上下線就是用一個MAP的方式 來改變它的 終極的角度 所以基本上 我們鏡頭拉到遠處 基本上呢 也就完成這個 機構的一個設計 那當然 今天在 Arduino台北 有很多網友提出建議 說什麼電流的問題 什麼 這個都非常感謝 大家的意見 我可以來參考 那重點是控制上面 我也在想一想 有沒有更好的方法 但目前 一台Arduino 對40台以上的這個墮機 是有可能的 那 電流當然 帶一下 電源供應器 這個都不是問題 那我們就是另外供電 好 以上就是今天的Arduino教室 謝謝大家 謝謝 謝謝